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Laura 这个Laura叫做CogValue X 1.5B Prompt Camera Motion 从这个名字里边我们也能知道 它是应用在CogValue X里边的 而且是1.5的 也就是高分辨率是支持的 另外的话它是一个Camera Motion 就是相机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见的相机的6个方向 左右上下 然后镜头拉近和镜头拉远 或者你就要放大和缩小 这个应用起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注意同一个技术 它应用是分不同档次的 比方说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一个 在这的话我们有一个图片 一个美女的图片 然后我们的提示词也非常简单 这我用的是 Tameral is moving to left A beautiful girl is smile 也就是说镜头在向左移动 然后一个漂亮的女孩在微笑 那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是可以的 对吧 那很多人可能测试这个技术 就这样测就完了 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效果也能达到你的预期 那其实你这个提示词生成的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层次的应用 你注意在这个里边 就会发现女孩的动作就要自然很多 表情也要好很多 并且镜头在向右去移动 那我们来看提示词 Tameral是向右移动的 而且我这个提示词要丰富很多 所以说这个层次主要是在做提示词的优化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比刚才那个 其实就要漂亮很多 那关键就是说你的提示词写的要合适 虽然非常简单的一个图片 它没有特别华丽的构图 图片能展现的元素有比较少 就是越进行展现的这个东西就越少 但是这个效果明显 比刚才那个就要好很多 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先看效果 你注意这个女孩在往前奔跑 然后这个相机呢 其实也在往右走 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to the right 那你会发现在这一般里边 对构图是有一些设计的 而且你要注意镜头的运动 对于动作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待会我们会详细给大家展示 所以说大家要尝试 习惯从我们说的最低档次的测试功能 你最起码要到第二个档次去优化 就是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功能 然后再得到后边这个 就是相对高级的一个用法 那下边我们还是从头来说 我们先从这个技术说起 那这个呢是一个1.5B的Laura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就行了 大小呢也不是特别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264M 所以说你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Laura里边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注意这个Laura的文件夹 那它是在我们的models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cogvalue 这里边有一个Laura 比方我们之前用的这个dimension X 其实就是放在这儿了对吧 所以说呢camera motion 这个Laura也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不要放在我们那个models 下边直接那个Laura文件夹里边 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它这有一些例子 这个例子呢 大家看一下这是四个方向 这个是放大 这个是向右 这个是缩小 这个是向左 这个是六个方向 看一下 注意它并不是每个方向 就一定能出来这个动作效果 尤其是坐小和那个向右 可能会相对来说难出一点 然后大家唯一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写法 你可以用任何一种 比方camera almost to the point left right up down zoom in zoom out 注意这两个单词的写法 是下滑线 有很多人会写中滑线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中滑线不影响最终效果 但是呢 不要因为这种小的细微的差别 让你的视频出现打折扣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是一工作流 所以说呢 也不用你去写 你直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拽到你的这个config UI里边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边呢 先来看最简单的这个方式 对啊 这个里边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节点 那我们这拽一个laura出来 它叫做cog video laura select 然后这里边呢 有我们下载的那三个laura 选择需要的那个 那跟我们用dimension X一样啊 大家把这个fuse laura给它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啊 大家暂时先选sdpa 别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黑的啊 就是黑屏 如果你一旦出现黑屏啊 那可能就是需要调这 一个就是这要打开 一个呢 就是这个地方你选的可能不对 为了保险起见 大家照着我这么写啊 另外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在很多的这个attention model里边 你这里边不见得都有啊 如果你没有装着的话呢 它也会报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提示词的写法啊 你注意我这写的是 camera is moving to left a beautiful girl is a smile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提示词啊 没什么好说的 分辨率这儿呢 是1360乘768啊 这个你就按这个比例来就行 由于是1.5B的 所以说支持高分辨率的啊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就行 另外一个主意的点就是telling全部打开 包括这个地方全部打开啊 呃 帧数它默认可能是49啊 大家呢尽量的呃 改小一点 因为如果你的显存不是特别大的话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啊 这个分辨率太高嘛 呃 记住原则就是8加1 8的倍数加1啊 那像我25就是3824加1 当然可以写33 那就是4832加1啊 这种方式 step用这个25就可以 别的没什么 直接跑就行了啊 因为由于我是left嘛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人物的这个效果呢 也还是不错的啊 虽然这个笑起来有点诡异 呃 那如果你想得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话呢 就需要去优化这个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优惑之后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跟刚才其实差不多 但是你注意啊背景的细节 人物啊 他的表情其实比刚才那个就要自然很多 而且要准确很多 那原因呢 就是我们在这儿呢 进行了一版提示词的优化 那这个怎么优化呢 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我还是再给大家说一遍 大家呢 要引起重视啊 在说这个提示词优化之前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 虽然大家都知道啊 要用刚才那个Laura已经要装这个扩展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啊 但是为了保证视频的严谨性呢 我还是说一下啊 然后我们反过头来说这个提示词优化这个事情 那如果现在打开 Cogway.x Github的官方页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个叫做提示词工程啊 或者叫提示词优化 这儿有一个get 然后它这儿有这个叫T2V的提示词工程 你把这个呢 随便给一个大模型啊 它就可以按你给的这个关键词来生成什么呢 生成你需要的提示词 那图生视频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没啥好说的啊 就写就行啊 你注意啊 像这种提示词 跟我们普通的文声图还是不一样的 它更加专注在动作的描写 你比方说在图生视频 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描述说 这个输入的图片是这个视频的第一帧 然后呢 你需要根据第一张图去推出来它下边的动作 要保证整体的连贯性 而且你要注意啊 在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叫不要包含Timeral Transitions 就是本身啊 Cogway.x对于所谓的 这个叫镜头的转换 运镜啊 这都支持的不好 这是为什么要有那么一个Laura 那所以说在这个版提示词工程里边呢 就不要有这个内容了啊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提示词里边 就不要有镜头语言 那如果你这儿有 然后你那儿也有 它就冲突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把这个粘到任何一个大约模型里边 我这儿同样用的是粘米奶 那我们看一下 在一开始 我是这样去训练它的 这跟刚才差不多啊 它这有一些这个 这是我直接粘过来的吗 可能它有一些问题啊 你就不用管它啊 因为它作为大约模型 它是有思考能力的 它能看出来这些是标签啊 那这样吧 我们给大家重新训练一个啊 那我们同样创建一个新的 然后我们随便写个提示词的名称 这儿我们还叫做Cog Y.X 然后-I to V Prompt 是吧 保存一下啊 下面就是这个提示词工厂文 对啊 这是一个标准的markdown格式 我们把它给粘过来啊 下面这两个不用粘了啊 就是output format 这个倒没必要 因为它是写的程序里边 所以说它有一些要求啊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知道 每个都在干啥啊 然后我们给它粘到这儿 你注意它是个markdown的 当我们粘过去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格式 大家看一下 它说OK I'm ready Please provide the image and any user input you'd like to consider 这个就是一个说 我准备好了 给我图片吧 我们给它传一个 然后你把这个图片发给它的话呢 它会给你一个 我们叫提示词啊 那这个提示词呢 就相对来说 是这个Cog Y.X 它容易去理解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提示词 和普通的提示词有什么区别啊 我先把它翻译一下 这儿呢 有它的一些描述 但是你注意 它的第一个句子里边就已经有动作了啊 它站在哪 然后有光影的一些描述 然后你注意后边 它微微转过头 当它呼气时 目光飘过 转回窗外 抬起手 你注意它是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啊 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将这个生成的时间给它延长 我们会得到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效果啊 比方我们试一下 本想给大家跑一个三十三针的啊 但是分辨率太大啊 跑不出来 不是跑不出来时间太长啊 因为我的显存只有16G 大家注意我说的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种提示词呢 是动作的提示词啊 它不是画面描述的提示词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 它有一连串的动作 站在床边 然后回头呼气啊什么的 所以说当这个 抬起手足够长的时候 这些动作呢 都会慢慢的呈现出来 可能一些小的动作 它显示不出来啊 但是呢 只要足够长 你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你要注意 文生图的那个提示词 是画面感 这个画面多精致啊 而视频的提示词呢 是动作的一个描述 所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提示词 你不要以为可以共用啊 那所以说第二个步骤 就是你要用合适的提示词 大家如果显存够 或者你适当的 把分辨率降一下 去跑一下啊 这我就不跑了 因为占用的时间太长 那下边我们再看第三个层次啊 那第三个层次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 有一些设计在里边了啊 这呢 我们生成了一张文生图的图片 一个女孩在草原上奔跑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生成就行了 然后呢 我就用这张图片呢 来生成了它的提示词 你注意一下 我这给大家也翻译了一下啊 说沐浴在午后金色的阳光下 这是一个环境 然后身穿飘逸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 然后注意第一个动作 快乐奔跑 另外就是裙子在飘扬 然后张开双臂 闭上眼睛 所以说呢 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就跟我们那个描述一个镜头的分镜差不多啊 所以说呢 它跟文生图的这个的确是不一样的啊 文生图是在描述一个镜台画面嘛 这个是在描述一连串的动作对吧 所以说当这一连串的动作表现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加上这个镜头的运镜 因为我们刚才在那个提示词工程里边 也可以看到 就是本身呢 这个Cog YGX呢 是不太支持这个什么呢 是这个镜头语言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生成的提示词里边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镜头语言 但是我们这加了一个 在幅度上这个Laura就可以得到一个效果 你注意啊 现在呢 镜头在向右移动 你甚至都可能感觉不出来啊 它不是刻意的移动 因为它的方向正好和这个人物 运动的方向是一样的 而人物的这个动作表现的也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完美 所以说这个画面就看起来特别的漂亮啊 因为它正好比较和谐的融入在了一起 那这就是这个叫运镜 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啊 最好的运镜就是你看上去 可能都感觉不出来 它在刻意的这个镜头在运动 但是它的确是镜头随着人物在动 而且你要注意啊 在这种文声视频里边 镜头的运动呢 对于最终的这个视频的生成是有影响的 比方说同样一个这个画面 我们用不同的镜头语言可以看到不同的效果 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向左的 向左的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就是不同的感觉了啊 就是给人那种慢镜头的那个感觉 如果它在海滩上奔跑 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好啊 它跟刚才那个是完全不同的画面 画面的节奏可能情绪呢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向右运镜一个向左运镜 是不是带给你不同的这个这个画面的观感和体验感 对吧 我们再看啊 因为这个镜头在往上走 而这个女孩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也在随这个镜头往上啊 嗯 这个不好说谁好谁坏 对吧 它是不同的 一式词相结合的一个效果 会导致这个画面的表现呢 会不太一样 这是向下的 向下的 这个也特别好啊 就是注意这种 这种动感的描述 对吧 也非常的棒啊 那这个呢是我们说的这个镜头的推进 或者叫放大 从远处慢慢的推这个镜头 你会发现这个感觉也特别棒 女孩张嘴的这个动作啊 飘逸的这个感觉 所以说不要把镜头圆 简单的定义成一个简单的镜头运动 或你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可有可无啊 接着你会发现对于视频的生成还是影响非常大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zoom out 不要我这个zoom out呢 没有出来 效果跟zoom out是一样的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它不太稳定啊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向右和这个镜头的拉远的时候啊 可能它不太容易出现 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但不是特别高啊 通过今天的例子 大家会发现 虽然我讲了这么多 好像是在讲那个 呃 运镜的那个Laura啊 其实不是啊 那我们其实是在讲一个体系化的工程 你怎么能融合这种运镜和视频 得到一些更好的效果 对吧 赶紧自己试一下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对吧 感谢观看